近周刊报道,世界球后戴茨颖7日完成马来西亚公开赛女单决赛,打败世界排名第四的日本选手山口茜,并继2006年中国女将张宁后,成为13年来首位达到女单三连霸,保住球后大位。 今8日早,戴茨颖在脸书发文,表示自己压力大,也非总是充满正面积极的能量,但因为与球认识球迷,也让球迷认识自己,球迷的支持是自己坚持的动力。 玩赛的隔天,戴茨颖脸书上写着,本来打算将球迷写的卡片留着带回家当充电好物,因为她喜欢想球迷是用什么心情写卡片给她,站在球迷的角度感受自己带给球迷些什么。 戴茨颖表示,球迷总是说自己带给他们满满的正能量,但其实自己也并非这么的充满正面积极的能量,只是选择告诉球迷自己是怎么面对一切。 戴茨颖还说,自己总是告诉球迷没有压力,但那可能吗? 当然不可能,因为即使说了压力很大,自己还是得承受一切,她只能把这些压力当成是支持的动力,或许还可能更有力量一些。 戴茨颖表示,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排解压力,但自己想当个优秀的员,所以她也还在学习如何把一切做好,甚至更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